台东上空出现不明飞行物体 一名钓客昨天在太平溪出海口钓鱼时 发现空中出现不明发光物体 形状看似流星 钓客说 这个飞行物体缓缓移动 既不像飞机 也不像陨石 接着就消失不见 此外 台东海滨公园外海 有一艘货轮 腾海漂浮 还不断航行 拍摄的无信民众指出 他中午到海滨公园 往太平洋方向看 就看到一个物体在空中漂浮 仔细一看形状是一艘货轮 当下以为自己眼花 立刻用手机拍下来 其他民众看到画面 惊呼是眼花吗 怎么可能 气象站表示 这是大气折射现象 因为今天台东天气好 海和天空颜色一致 加上这艘轮船所在位置 出现在天空倒映出海面后 就产生的光线折射 因此 远远看上去就很像是 船只漂浮在空中一样的自然现象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